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精益求精或说鬼斧神功 这个记忆精湛 这三个形容词我们大概就可以想见 如果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物件的雕工之美 听众朋友稍微想一下 节目当中曾经为听众朋友邀请非常厉害的老师 其实在过去的节目当中 有分享他很多的作品 时隔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我们今天再度邀请陈冯显老师 来分享他的人物主题的作品 在疫情期间 其实他的创作还是没有停歇的 光是在今年就有不少 我们再度欢迎陈老师来跟我们谈谈 这几年过得好吗 陈老师你好 厉杰老师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豪芒雕刻陈冯显 其实老师不只是我们台湾媒体 会对你的作品感到兴趣 包括在香港或是中国大陆的媒体 也都曾经有报道 显示说两岸三地的交流是有的 其实我们先谈到这个主题人物 过去在节目当中 我想在这边先唤起听众朋友们的记忆 比如说美国的总统拜登现任的 还有在年底应该是会跟拜登来搅筑 总统大位就是川普 至于说一些警务的部分 生肖的话 比如说有鼠联 我们有谈到十只小金鼠 那有些警务的 比如说三合院 那人物还漏掉了 疫情期间当时的我们的卫福部长叫陈时中 就是每天的那个时候的记者会 他都会来告诉我们今天的疫情的情况 那他也即将是新政府的政务委员 那中国大陆有一位专家叫钟南山 那就防疫 我们会特别提到这几位 好那我们接近这个520的时候 在今天要谈的是主题人物 那么即将卸下八年任期的蔡英文总统 还有打破中国大陆领导人 值两任十年任期的领导人习近平 都已经有放到这个 陈老师你们家的博物馆典藏了吧 是不是 有有都有把他们的人头像做成米雕作品 都是用米雕哦 用这个白米 对 我们一般吃饭的白米 白米因为是生的嘛 所以放了几年都还完好 不会有被腐蚀的情况嘛 还是说老师特别会把它做一个比较好的保存呢 这个米粒种子历史呢 可以追溯到 秦始皇那时候的坟墓打开 然后里面的种子竟然还在 而且还可以播出种来 所以说米粒这个东西 你只要不碰到水 它是可以摆很久很久的 是哦 以前连来都不会坏 对 很多植物种子如果碰到水就会发芽 比如说 有时候会不小心洗绿豆的时候 掉在地上 后来就把它放一张卫生纸再加上水 哇 它就会长出嫩芽 但是米只要不碰到水 它就能够保存下来 所以刚才我提到 包括蔡总统啦 还有习近平 当时就用米来雕刻 对 我只要把当下的重大的事件 我都会把它创作在米粒上面 比如说美国总统啦 两位候选人 川普拜登 大陆的国家总书记 习近平就任的时候 我也创作过他 台湾的蔡英文当选 以及赖金德总统当选 我也会把他们的人头像创作出来 就是艺术家呢 要能够抓得住当下的时事就对了 对那显示我们陈老师 关心时事 展现在自己能够雕刻的 不管在各种不同的材质上头 那以米雕的话 我们赖金德总统在5月20号 就下周一的时候 即将就任了 那你也是用米来雕刻我们的赖总统 这是在他当选之后就雕刻了吗 还是在最近完成的作品呢 当选之前呢 常适着把几位候选人都把它创作出来 那我们赖金德总统当选了 我就把它展示出来 好回忆一下当时的候选人 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北市的市长 对还有柯文哲民众党主席 还有我们的郭总市长 对那后来弃选了 郭台铭 其实在那个时候 大家都非常关注 到后来就是三组的总统候选人 其实蛮有历史意义的 有一些人是用文字来写历史 您是用这个米雕的作品 当下的 米雕刻他的人头像 然后写了什么 人头像 我主要就是写台湾总统赖金德 预祝四组的总统候选人 都可以顺利 就是我们就看民意 你的意思是这样 像侯友宜或是柯文哲 也是这样写台湾总统 对我都是类似这样子写 然后创作出来 当选的人我就把它拿出来展示 是是是 好即便没有当选 其实他们就打了一场 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仗 光荣之意 也都在老师的博物馆当中 都有摆放吧 虽然是赖金德胜选 虽然只有简单写台湾总统赖金德 但是你内心的期待是什么呢 我内心的期待呢 就是替人民能够谋福利 再来就是经济新盛 大家过得很好的日子 好就是福国利民的政策 希望他能够提出来两岸和平 世界要和平 现在还有俄乌战争 跟以哈的战事 那当然两岸的这个情势 也是备受关注 希望是两岸和平 才能够有好的政策 能够推动 包括经济也会更好 不过谈到米雕 他老师有很多非常专业的工具 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 米雕的话就是相对没有那么硬 所以也比较好雕刻 对不对 是吗 可以这样来说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谈不同的材质 米雕呢 它不外乎有两种计划 一种是通过放大镜 用很尖锐的钢针刻画出文字或是图案 刻画好的时候我们上墨 上了墨之后呢 再轻轻的擦拭掉外面的表层 那刻画的痕迹呢 就会有颜色了 所以就是钢针也很细 那这钢针在雕刻这个米粒啊 会不会脆化 就是它因为相对脆 会不会有这个情况 我们有经验就是拿捏得很好 钢针自己研磨得很尖 很容易输血或是画画上去 那钢针很耐用 我想你手边会有大大小小的钢针 都是很小啦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这个放大镜嘛 好盲雕刻 对我工具大概有十几组 十几组 随时可以替换 可以替换 目前在台湾都还找得到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不会有碎裂的情况就对 米 因为我在想说米 也有不同品种的米啊 什么几号的几号的米 会不会有它的硬度脆度的不同 这样子 一般 食用性的米都可以创作 那你是一次OK呢 还是其实偶尔还是会有 米会耍点脾气 不合作的时候 就是让你碎裂 会有这个情况吗 就是新的素材 花线要来做它的时候呢 那你就要尝试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发现一个主题 做它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失败 当你失败之后有经验了 就可以成功 所以说一件主题要创作它的时候 从无到有 那是一个过程 当中呢 很容易有失败 所以说一件作品的完成 背后可能会有数十次的一个失败 对那以这个赖总统这个 对大概有尝试了三四次 我先要素描赖清德总统的一个人头像 好素描抓到它的神韵之后呢 那我用最简约的数写的方式 把它呈现在0.5才0.3公分的米粒上面 因为有素描我就抓得到它的神韵 它的特色 用最简单的笔触呢 就可以把它勾露出它的神韵出来 OK好 在今年的520总统就职大点 看到是比较大的这个肖像 人头像很大 但是米雕呢又是不一样的 欣赏的一种意境 大家也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官网呢 可以看得到 那今年生肖鼠龙 其实在今年 我觉得时间也过得蛮快 就快过了半年 老师一样也针对生肖雕刻嘛 对不对 对 今年龙年嘛 我就是用黄金呢 打造世界最小雕刻黄金龙 因为龙呢 是象征了我们中华文化的至尊 我用那个黄金金工的雕刻 极限手法 打造一只大概一公分左右的龙 这是不可思议哦 那就要很细 它的爪 对 它的龙虚 非常纤细的 是是 一公分嘛 对 它是整只立体的 360度都可以看的 它是一只很像从空中 飞翔下来 有一种 陈翔线队 手上拿一个金球 象征说这个国运苍龙 照顾民间百姓安详 富裕的那种氛围 是啦 我们中国人都是很喜欢龙 像在龙年都会希望多生一些龙子龙女 就是大家喜欢龙带来国运苍龙 所以今年雕的是黄金龙 过去应该也有雕过这个龙吧 除了今年之外 黑金龙 做公仔的树枝 那今年用黄金龙 那会有这样的转变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不太一样的呈现 第一个是黄金呢 是一个很久远的东西 是 保持 它百数千年 它都永远质量不会改变 没错 那黄金呢 又是我们华人世界最喜欢的 还有一个就是 它是一个保值的 是 没有错 保值 我们说品质也好 或是它的真的是具有一定的价值 就是如果以这个货币来计算的话 的确黄金也涨了这几年 黄金也是水涨船高的 所以又问到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那老师用这个黄金来雕刻 会不会觉得 其实成本会比较高一点 难免 以前买黄金的时候 那个素材大概三四千块 现在已经涨到七八千块 所以可以知道 这个国际局势影响到 不管你在理财方面 有些人就会倾向 就是用黄金来保值 那相对我们材质 就会变得比较贵 所以在雕刻的时候 特别的小心翼翼 一方面是贵 但是我想老师多年来雕刻 雕刻也已经有 四十年了 四十年 因为过去你工作 在中央铸币厂 所以有这样子的专业 一边工作 难舍自己 可以雕出自己喜欢的人物主题 因为这个硬度跟米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黄金的雕刻的话 更注重的是什么呢 失败才不会多 黄金是一个 我最终的目标 它是可以传承的 那保存上也比较容易 黄金雕出来的那个质感 特别的讨喜 这样子 那怎么样会确保 雕刻的时候 失败不要这么多次 这个就是所谓的经验的累积 那雕刻黄金的时候 我们这个素材固定要很好 透过显微镜 用显微雕刻 显微焊接 那我们的工具的打造呢 要绝对的尖锐 特殊 要用很细腻的工法 慢慢的雕爪 这样子 要把握这几个诀窍 是 火候的控制 也是很重要 就是要让它不是那么硬 有焊接的时候 融结在一起 焊接在一起 所以谈到这个的话 你就会发现 好像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软体啦 或是机器啦 都可以代劳 这个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代劳吗 老师 这个外面有很多是用镭射的基础 对 那我做的作品呢 都是纯手工的 而且这么的渺小纤细呢 那不是机器可以取代的 尤其是整只龙 长度最长 一公分左右 要雕出它的龙须啊 它的龙嘴 眼睛啊 还有它的四肢 四肢上面的五爪 它是非常的纤细 那机器没有办法取代的 尤其是光要固定的话 那都是很困难的 是 好 除了这个黄金龙 今年的主题是黄金龙之外 最近还有一个新的 就是 蝴蝶 对 老师怎么会想要雕蝴蝶 是跟这个节气 比如说季节的转换有关吗 比如说现在进入到春天 是这样子吗 真的吗 那个 迎接新的季节 好的季节来了 蝴蝶飞舞的感觉 在我夜市里面 飞来飞去的 非常的赏心夜幕 很快乐的样子 灵感来了 我就抓到这个灵感 那迅速的做个草稿 就标起了漂亮的蝴蝶 那我用 金龙最细微的手法 打造了五组 很小很小的蝴蝶出来 这五组 最小的只有 0.2公分而已 好小 两公厘 真的很小 这个真的很不简单 谈到这里 我想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 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再请陈老师来跟我们谈 其实在之前节目当中 有跟老师 就是很好奇的问说 自己本身的创作 不假手 所谓雷射雕刻 老师这样坚持 一定有你的道理 我想等一下 来谈相关的一些 如果说所谓的 独月乐 还不如种月乐呢 那如果有更多的学生来学习 不是更好吗 但是上次有问过您 您的答案 除我意料之外 我们要再来谈 再过三年之后 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节目稍微回来 今天的新闻 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四年一度的520 是台湾政治上崭新的一页 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赖清德 副总统肖美琴 即将在5月20日正式上任 将接棒带领台湾队的重责大任 本次520就职大典 除了备受瞩目的总统就职演说外 当天的活动安排也是极具巧思 相当具有看透 中央广播电台将为全球听友 网友全程影音转播 第16任总统副总统就职进驻大会 5月20日上午8点50分开始 广播听众请锁定央广的中短播频率 中播1557千赫 短播9665千赫 11880千赫 12035千赫 15460千赫收听 影音转播请锁定央广官网线上收看 网址是www.rti.org.tw 也可透过脸书粉砖 RTI中央广播电台同步收看 5月20日 央广邀请您共同见证台湾民主政治的重要时刻 一起共知台湾民主前行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脸儿安居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到 我们豪莽雕科家 陈风贤老师 再来分享他最新的作品 过去节目当中 分享过了包括金属 那在最近是有蝴蝶 那另外之前节目当中 有谈到人物 不管是国际两岸之间都有 包括川普拜登总统 还有这个陈时中 我们未来的政务委员 另外还有中国大陆防疫有功的专业人 是钟南山医师 那总统的部分呢 包括我们蔡英文总统 还有下一任总统赖清德 另外还有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习近平都有 这些雕工都很细腻 其实也有雷射的雕刻 但是老师还是坚持手工 我想其实坚持手工 一个好处就是 独一无二 那过去其实在节目当中 也跟老师有提到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过去老师有到中国大陆去 互相交流 也因为疫情就停摆了 那现在疫情画下去点 交流有慢慢恢复吗 老师 有的 其实今年度开始呢 大陆呢 有一些邀约了 但是爱因疫情的关系呢 我跟大陆呢 从2019年 我就一直没有过气到现在 但是因为呢 两岸现在 这条道路没有正式的打开 还有两岸呢 有一点点吃紧的感觉 台湾国安法 大陆也动用了一些 他们的法力出来 让我们这个艺术家有一点 还是有点不太 因为假如我们过去 跟他们做很深入互动的话呢 比如说我去参与他们的论坛等等呢 竟然会受到台湾的国安局的单位的关注 台湾讲所谓的茶水表 我是觉得这是太过严肃了 那我们人民这样子要什么样 可以放心的过去交流 所以说两岸要把这个立条再开一点 不然的话 我们艺术家真的是揪着心 什么样能够促成两岸的互动呢 不涉及政治 台湾应该还好啦 倒是听老师这样讲 我也觉得大家要多沟通 政府多做说明啦 倒是中国大陆的国安法非常多 有涉及到政治 可能真的要特别小心啦 现在就是说我们是文化人 我们希望都是做文化方面而已 对对对是 那不希望用国安法到时候 我们不小心插到这个边球 那真的是我们情何以不堪 对不对 对对没有办法很放心去交流就对了 对对我现在有这个担心啦 还有就是创作 我刚刚其实要讲的是 创作应该是非常的海阔天空啊 我今天创作这个 他们那你认为说 你什么污辱国家元首 元首 你要戴这个帽子也可以把我戴下去 那我就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艺术家是一个 比较属于开放的 抓得住当下局势的 我把这个东西当成艺术品在呈现 那你假如就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些艺术家 都没有保障 就是你的创作 两岸交流 你要把我们文化这个东西 讲难听一点 你要把我们捧在手掌心来 爱护一样 你知道吗 是 不能用类似国防法或是什么 来绑住我们 或是限制住我们 那这样子的话 那文化交流要什么样交流 我有点担忧这样子 真的被限制吗 台湾也是一样啊 我这一点我可不认同 好谢谢老师发表你的一些看法 我想在台湾是相对民主自由 可以表达出我们的一些想法 那政府政策呢 我们都知道都会经过立法院的立法的同意 如果说民众有什么的心声就要表达 那政府政策这样的话 我想也要做沟通 让人民能够理解 至于中国大陆 他们的定定政策的做法 又跟台湾不太一样 但是感觉就是我们那个文化艺术创作者 就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呢 其实这样交流不是很能够令人放心跟开心 那这样子怎么有办法建构一个好的两岸的互动交流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创作的部分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老师就很坚持就是自己手作不假手 现代的雷射 这个其实所谓独一无二就是说 过去如果说有去交流 我们也听过一些人的经验 所谓的会学习 学习其实那倒好 但是会有复制那种copy的概念 老师你对这个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玩艺术呢 要玩到一个有自己的特色 那是路途遥远 漫长的水野的累积才可以达到的 像我可以在这么的方寸之间的米粒上 创作人头像啊 或是名胜风景画啊 这个过程呢 你必须要有很多年的素描 还有很多年的所谓的书法 这种底蕴 才可以锻炼出来的 然后再把这个素描呢 或是书法呢 由大到小慢慢的练习 练习到如火存青呢 才可以缩小到这个很小的米粒上面 画画还有写字 但是这都是必须要手作的 是手作40年号 我要指的是说 现在的文化交流的氛围 让你持保留的态度 我的意思是说 您的东西 如果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交流 您会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山寨版的 这样子的东西 所谓智慧财产权 就你们一个文化艺术创作者来看的话 有什么看法呢 我是觉得山寨版的非常不可取 因为一位艺术家的一个心血结晶 它是多少年的辛苦 多少年的累积的一个成就 瞬间就被模仿 或是所谓的仿制出来 这个是必须要严加保护 这个智慧财产的 您如果到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这几年 有提出很多的会台措施 就提供很多机会 包括你们文创这方面也是有的 老师您有曾经考虑过要过去吗 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去讲学啦 或是说 有有有 我一直都有 只是说这疫情来有点停滞了 那光2019年大陆就邀约我 八次过去交流 演讲颁奖等等 老师您会在那边创业吗 其实我有一个世界宏观的想法 不晓得能不能够美梦成真 您说 这三四十年来 我有数百件的世界最小黄金雕刻作品 我想大陆有这个盐的话 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做一个世界最小黄金博物馆 在大陆展览或说跟他们一起合作 您的意思是 展览或是合作 都可以吗 可以把一百多件的这个世界最小的黄金雕刻作品 在那里展示 然后上课 对 然后给大陆的民众或是政府官员知道 我们这支中华文化 这个黄金这个东西立足在台湾 在大陆可以展示 我们在大陆展示的时候是放眼在世界 让世界能够看到这一支黄金博物馆 在大陆这里 好 老师的黄金博物馆是在你们自家这边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希望在中国大陆也有大家互相交流机会 但重点在于 目前您有提到 就是两岸都有相关的 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法令 似乎掐得太紧了 让你们文化艺术创作者会觉得 没有办法海阔天空的自由创作 那另外有提到一个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您的每一个雕刻都是手作的 没有假手雷射或机器方面 更现代的一种技法 您都是四十年来炉火纯青的雕刻 全部都是属于陈风贤老师的豪芒雕刻家 但是希望这样子属于你自己的不希望 有所谓的山寨品或是来侵犯智慧财产权 对 因为这是我一辈子的追求 当然是尊重艺术家 尊重财产 这是每个人必是要有的 是好 所以中国大陆有不少的会台政策 文创的部分也不少 2019年就有提出了 当然是自由意志的选择 政府是没有禁止我们台湾民众 前往中国大陆去发展 但是什么样的环境 适合你的专业可以发挥呢 在今天我们是分享了 豪芒雕刻家陈风贤老师最新的作品 当然他有一个心愿 就希望不仅在新北市这边 有一个博物馆可以让大家来欣赏 有机会的话 在中国大陆也希望让中国大陆民众 一起来看看这么细微细腻的雕刻 完全出自首作是来自我们陈风贤老师 非常谢谢我们陈老师 您任职的单位是中央印制厂 40年的岁月都投身在这边 才有这么精湛的记忆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也期待未来还有更多 令人惊艳的创作的作品 非常谢谢陈老师 谢谢您 谢谢丽杰老师 谢谢听众 好 谢谢老师 好 以上就是今天2RMG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华丽杰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 空中造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